木瓜说电影角度很新颖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一部恐怖片《湿油》 影片开头一个老和尚带着湿油走在路上 突然被一个男人打晕 男人拿走了湿油 女主小美是公司的小职员正在开会 开会结束后老板单独叫走了小美 送给了小美一个很恶心的东西 小美气得起身就走 而公司小帅也暗恋着小美 总是偷偷观察小美 这天小帅告诉朋友自己喜欢小美的事 然后朋友给了小帅一瓶湿油 告诉小帅只要将湿油涂到小美身上一点 小美就会爱上他 这晚不怀好意的老板就让小美陪顾客吃饭 半路上小美叫上了小帅 果然到那只有老板一人 几人敷衍的聊了几句后两人就离开了 为了感谢小帅小美邀请小帅吃饭 吃饭期间小帅趁小美上厕所点了两瓶啤酒 然后将湿油全部倒进了小美杯里 小美没有怀疑的喝了下去 回去的路上小美睡着了 小帅以为是要起作用了 就产生了不好的想法 结果小美突然醒了将小帅赶下了车 然后就准备开车走 接着车又突然停了下来 小帅跟上去想看看 结果直接被小美拉进了车里 主动与他啪啪啪 做到一半小美突然变成了可怕的鬼 小帅也因此丢了性命 第二天小美跟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 照常去上班迟到警察来询问情况 老板声称小美和自己在一起 蒙蔽了过去 然后老板就威胁小美 并将她迷晕了 结果小美被老板带走后 突然醒了过来 声猛要和老板为爱鼓掌 老板吓得裸奔出去 最后死在了牢狱里 隔天小美遇到了 想和自己复合的前男友 两人又重新和好了 当晚就为家庭做了贡献 而这次小美也没有被鬼附身 而警察来到牢狱 调查老板死的事情时 看到了在牢狱里的老和尚 得知石油是从冤死的老妇人身上提炼的 用好了是催行药 用不好会适得击反 警察找到小美 告诉她和她发生关系的人都会死 但小美却不这么认为 因为男友却没有死 接着 担心男友的小美找到了她家 小美为了惩罚男友热情地答应了 结果到一半时 突然又被鬼附身 直接咬死了男友 然后小美跟警察留了一封信 告诉警察不要再追究这个案件了 然后小美就离开了 她也意识到了这个超能力 决定去惩罚更多的人 故事就这样结束了 这个故事也提醒我们 生活中要保持做人原则 同时也要有一定的防范心理 好了 看了电影就是我的人 点赞加关注 木瓜带你上高速 我们下期再见啦